葱 比率 鸡块 设备 像入口的时候呢 它是脱出了葱香味和麻味 鸡肉很难 大师的菜加上的味 我是邪怀的 这个焦麻鸡块 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道老巢 它的味性呢就是一个焦麻味 焦麻味呢 主要脱出的是葱的这个清香味 和花椒的麻味 焦麻味的代表菜呢 就除了焦麻鸡一块 我们还可以焦麻生一片 焦麻关鱼肉等等 焦麻鸡呢 选用纸纸公鸡 它的肉质比较细的 我们是冷水下锅 铜啊 姜加少许料酒 煮开以后呢 火关至小火 煮好了以后呢 千万不要介于烙起来 因为烙起来以后 它的水分就蒸发的很快 扔到以后这个鸡肉就下的比较烙 所以鸡肉温度降下来以后 可以把它烙起来了 你可以偏一片 你可以再整块 都可以 花椒油最好呢 是先用我们吃上比较出名的韩兰花椒 它的麻度香味也好 它也不得枯萎 先用热水把它泡一下 这个磨的就是脂包会软 如果是干花椒的话 它就会到处炸 这样子包泡一下呢 它就和鸡肉气 它就很快的就把它再洗了 我们用的是鸡肉 因为我们原来很多菜 炒菜的时候 用鸡杯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鸡肉不可能把它浪费了 所以说我们老师傅就 就创新了这道味性 就用葱叶加花椒把它摘洗 这样也避免了浪费原料 而且这个味性相当美味 葱叶和花椒一定要把它摘洗 但是其次不能摘融 摘融融了 这个橙菜不太好美观 摘洗过后 我们要用八层油温 七八淋 淋的目的 所以确实这个香味才出来到 变的面角 不焦的话 上面的可能就擦过火了 底下的这个手也不均衡 调味呢 必须要用主体的鸡汤 加上这个圆巴 酱油 香油 鸡精 搅拌均匀呢 可以拌 也可以稍微的 都可以 实际上这个焦麻味呢 尤其骨客哈 他也喜欢焦麻大火 就是加点红油在里面 焦麻鸡块的成材的特点呢 葱 比率 鸡块 设备 像入口的时候呢 它是做出了葱香味和麻味 然后我们的鸡肉很嫩 一步 那一步 这个组织 那组织 有尊重的鸡肉 只是组织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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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